各位喜欢国际新闻的朋友 我们在8月初要举办见面会啰 到时候呢 我们频道的四位主持人 就是我 Jamie 琪琪和子涵都会到场 希望呢 也能看到大家 那详细的资讯片尾我会再介绍 想直接报名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 或者置顶留言的连结 点进去抢票 记得哦 YouTube频道会员有优惠价哦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大风吹 每一礼拜登上讨一个有意思的国际话题 即将在11月登场的美国大选 堪称是今年全世界最重要的选举 不过就在距离投票 剩不到120天的此刻 现任总统拜登 还该不该选下去 成为关注焦点 全球连任的拜登 在6月底的电视辩论会上 开场前20分钟表现非常差 常常口齿不清脑袋当机 有的时候观众听不懂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也让外界担心 现年81岁的拜登 如果还要当4年 真的有办法处理国家大事吗 在此同时 美国媒体也发现 有一位帕金森市政专家 多次进出白宫 于是更质疑 拜登有没有未公开的健康问题 这集就来看看 面对越来越高的质疑声浪 拜登还打算选到底吗 如果真的要换人 又有谁能选赢川普 还有这场大选最后谁上台执政 可能会有哪一些影响呢 喜欢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 记得订阅频道哦 全美关注的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不是两位候选人各自端出什么牛肉 而是拜登时不时口齿不清 语无伦次的模样 川普一度当场嘲讽说 我真的没听懂他刚刚那句话 最后在讲什么 我看他自己都不知道 辩论会后呢 连曾经投给拜登的选民 都对他打上问号 我认为拜登2020 我认为拜登的选民 我认为他不是 他以前的选民 我认为他能够任何选民 选民 这就是 就连党内也出现换人选选看的声音 尽管大部分民主党民意代表和官员 依然支持拜登 但截至7月10号 至少有8位国会议员劝拜登退选 其他议员也坦诚 他必须要回应外界的质疑 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辩论会后没几天 年月时报和年月邮报报导 根据白宫公开的访课记录显示 专长是帕金森市政的神经医学专家 坎纳德 从去年8月以来 8度造访白宫 顿时引发外界更深的疑虑 白宫发言人强调 两人最后一次碰面是今年1月 就是为了替拜登进行神经学检查 结果是一切正常 也都写在公开的总统年度体检报告当中 并没有不可告人的病情 从全美民调数字来看 4月份以来两人的支持度几乎是不相上下 川普始终维持那约1个百分点的优势 可是在6月底的辩论会后 川普领先幅度瞬间扩大 来到2-3个百分点左右 可见杀伤力确实存在 不过拜登目前并不打算退选 他坦承自己的辩论表现不好 但只是因为受到感冒和时差的影响 是一时失常 他另外也特别向党内议员写了一封公开信 表明他会参选到底再次击败川普 也恳请大家团结支持 严格来说拜登虽然已经在党内初选大获全胜 但还没有经过正式的提名程序 所以现在要主动放弃 让给更好的人选也不是不行 但就算拜登愿意让嫌 民主党还有谁能出马竞选呢 单纯从民调数字来看 支持度最高的人选可能会跌破大家的眼睛 前第一夫人密雪儿 在一普索民调当中表现亮眼 有50%的选民说 如果他出来选一定会支持 只有39%依然会投给川普 这个优势比拜登好太多了 唯一的问题是密雪儿早已表明 他不打算选总统 所以这个梦幻人选不太实际 真正最有可能的人选呢 则是跟拜登搭档参选的副总统贺锦丽 2000年当选副总统之后 贺锦丽拥有全国知名度 上任三年多的他对白宫运作和总统职责 也已经相当熟悉 拜登过去也说过 如果自己不能履行总统职责 相信贺锦丽可以接手 那从实务面来看 两人这次大选目前为止 募集到的9100万美金竞选资金 也可以在不违背捐款人的意愿之下 直接让贺锦丽去使用 从各个角度来看 她都是最适当的人选 只不过综合各家民调显示 如果现在就投票 贺锦丽跟川普对决并没有占上风 顶多是五五波 另一方面贺锦丽作为副总统的支持度 并不是特别高 部分选民对她还是有疑虑 其他可能的人选则包括 曾经角逐2020年总统提名的运输部长布塔书吉 以及好几位民选官员 例如加州州长纽森 密西根州州长惠特梅尔 宾州州长夏皮洛等等 布置系人虽然都有一定知名度 却也有各自的疑虑和缺点 事实上单纯从民调数字来看 2016年曾经跟川普在总统大选对决过的 前国务卿希拉蕊 目前表现还比拜登更好 只是希拉蕊也早就说过 再也不会选总统了 况且就会被视为传统包袱太重的老牌政治人物 恐怕也有过气的疑虑 很难吸引新的选民 所以看来看去 拜登选情虽然不太乐观 但要说谁能马上取代他 恐怕一下也找不到理想人选 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谁呢 选情实在是扑朔迷离 不只是美国国内吵个不停 即使全世界也都屏息以待 因为拜登和川普在很多政策立场都差很大 如今拜登选情有点不妙 大家开始思考川普重新入主白宫会怎样 以美国国内议题来说川普的亲近幕僚和保守派之枯 已经大致规划了施政蓝图 在跨国贸易上会更偏向保护主义 例如只要认定外国有不公平的贸易措施 就会实施更多惩罚性的关税 而在移民议题上肯定会更严格 例如拒绝在境内处理非法移民 提前将他们安置在墨西哥 在外交政策上 相较于四处强化盟友关系主打多边主义的拜登 川普也会有更美国中心主义的形象 他已经喊出要大砍数十亿美金的对外援助 还号称如果当选总统可以在一天内结束乌俄战争 尽管没有说明具体要怎么结束 但毕竟川普过去曾经大力批评北约 还威胁要退出 川普上台的可能性 让北约以至于急需支持的乌克兰都有点紧张 至于两人的对中政策 外界预期虽然有差别 但或许调性不会差太多 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 接着上台的拜登依然维持关税措施 近一年来也发布高阶晶片禁令 以及对中国制电动车实施百分之百关税等措施 川普甚至嘲笑拜登做的不够 扬言还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全面增税 按照惯例 民主党将会在8月中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届时将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如果拜登在获得正式提名前选择退出 就算他指定副总统接棒 贺锦丽也得和党内其他有意参选的竞争者 重新争取党代表的支持 也就是说拜登退不退 接下来一个月内就会揭晓 各位大风吹 我们下回见 好来讲一下见面会的细节 我们频道成立很久了 然后也一直在做国际新闻相关的内容 可是我们常常会好奇 喜欢我们会固定收看的朋友 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关注我们呢 为什么想了解更多的国际新闻呢 所以我们决定啊 今年夏天干脆来办个活动 就叫做国际大集合 我们几位主持人呢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做国际新闻的心得 在新闻现场的经验 我们各自的背景 怎么影响现在看待国际新闻的方式等等 那另外呢 也会开放大家现场问答 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 那我们还要跟大家一起玩动脑的小游戏 时间呢就定在8月4号下午地点在台北市信义区的女力空间 那报名强票请到资讯栏或者置顶留言的连结 哦对了 如果你是YouTube频道会员有9折的优惠价哦 那折扣嘛 我们会公布在只有会员可以看到的频道贴文当中 请会员们到YouTube频道社群贴文去领取哦 如果你在今天影片呢 有任何想法想听听看我们的意见 请用他会跟你说这个hashtag来留言 我们就会挑一则来回复哦 那影片之后呢 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 尤其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赞助我们做出好内容 还有会员专属影片可以看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还不错 也请按赞影片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首通知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咯 感谢您的频道